伴隨著如雷貫耳的嘶吼聲 慕存拓哉起碼緩緩走在紅炭上 帥氣的英姿迷倒千萬粉絲 這個週末慕存拓哉化身織田信長 現身祈福縣的信長祭 同時也為明年上映的電影宣傳 本次活動位置需要先經過抽籤 為了一堵牧村風采 粉絲扯也未眠 就是要佔據最佳觀賞視角 現場也有沒中籤的民眾來賭運氣 46萬人塞爆其父 而離泰院推擠市將結束 日本民眾難免人心惶惶 因此這次活動配備最森嚴的警力 希望能夠降低意外風險 但是粉絲的熱情 還是造成三人跌倒 以後並無大礙 粉絲們不惜大排長龍 也要一嘗的料理 就是牧村拓哉造訪的店家 牧村拓哉出席祈福信長祭 為當地帶來兩日共62萬人的盛況 更帶動了當地觀光利益 根據祈福政府估算 62萬人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可達39億日元 交過去平均35萬人相比 可說是翻倍成長 驚人影響 因此被日媒稱為牧村效果 記者黎靜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但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有很多的